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反清烈战阵 缓慢的进攻 乌克兰大反攻遭遇了俄罗斯拳崖交错的防线 事实上快速突破的希望既经不起推敲 也经不起事实的坚言 显而易见西方的支持必须持久下去 爱沙尼亚情报部门负责人马格格洛斯伯格告诉记者说 俄罗斯很有可能利用这段时间挖得更深 修建更坚固的防御工事 为春季做准备 澳大利亚退役将军米克瑞安证实 很明显 即使对乌克兰最狂热的支持者来说 这场战争也很可能会持续到2024年 甚至2025年 即使乌克兰今天的战力地位比2022年12月10更好 华盛顿和其他西方国家首都 对成功和失败的看法也同样至关重要 华盛顿探路 泽连斯基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为乌克兰辩护后 周四抵达华盛顿 他的目的很清楚 提醒美国不能削弱对基辅的支持 特别是在共和党赢得2024年总统大选的情况下 米克瑞安证 在过去一年里 美国国会中的一些利益集团 一直以与中国的紧张关系为由 主张减少或停止对基辅的援助 乌克兰总统与众议院共和党领袖 麦卡锡之间的会面将是一次艰难的会面 麦卡锡周二说 我有问题要问他 他能说明我们已经为这场战争花了多少钱吗 他取胜的战略又是什么呢 爱沙尼亚国际防务与安全中心的意外 克里西茨告诉法先生 在共和党人中展开聪明的公共外交 可以有所帮助 但他也有局限性 今后乌克兰更加依赖欧洲的趋势将继续下去 与华沙的紧张关系 但是乌克兰与欧洲的关系也开始变得复杂 首先乌克兰与波兰关系变得紧张 而西方武器正是通过波兰 源源不断的进入乌克兰 星期三 波兰紧急召见乌克兰驻波兰大使 抗议泽连斯基总统在联合国发表的 《某些国家假装团结》 其实在间接地支持俄罗斯的言论 但意外 克里西茨认为 这些互不信任的事件 并没有改变两国关系的总体走向 他补充说 基辅是波兰为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 而华沙则希望乌克兰避免失败 粮食争议 自2022年2月以来 基辅的邻国一直是乌克兰粮食中转至非洲和中东的途径 在欧盟取消关税后 这些邻国面临着大量粮食涌入的问题 面对粮仓饱和及粮价崩溃 其中几个邻国在春季宣布单方面禁运乌克兰粮食涌入 布鲁塞尔随后批准了临时性的限制测试 但欧盟委员会刚刚决定不再延长禁运协议 激起了相关国家的愤怒 作为报复 乌克兰周一宣布向世界贸易组织投诉 延长禁运的三个国家 波兰 斯洛伐克和匈牙利 杂音 与此同时 主张与莫斯科展开谈判的阵营也日益壮大 8月 北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的参谋长斯蒂安停森暗示 乌克兰可以以割让领土来换取北约组织成员资格 斯托尔滕贝格立即予以纠正 什么是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 这取决于乌克兰人 也只有乌克兰人可以决定 分析人士指出 西方的每一次争吵都符合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利益 普京认为在这场消耗战中时间站在他的一边 布鲁塞尔智库主任特雷莎·法伦 周四在推特上评论乌克兰与华沙的危机时说 俄罗斯的宣传见份擦针 也许与基辅关系蒙来沟通更好 可以避免这样的头条新闻 听众朋友 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感谢瑞利的技术合作 谢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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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